都还不错,这自己写出来 当然是OK的 表示应该有进入状况 那再来的话,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 先复制上去 我的习惯是复制上去之后,打一个i 然后并且把这两行,选取就按一个tab 记得,在python里面,它的tab缩排是它程式的一部分 接下来的话,把这个i把它放到这边来 那怎么放?其实就把它删掉好了 干脆拿这个stringi复制到前面去 把它改成什么?改成i就可以了 因为它基本上也要转型 所以我把前面的1用这个来代替 那再来里面这个东西,1就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然后基本上的话,这样输出 就等于是把1到1乘1到1乘1 因为它在这边i的话会2嘛,所以2又一个 然后再3,再4,再5 一直到9维持 所以输出结果看一下 可是它会怎么样? 它会跑到这边 2的部分又继续延伸 3的部分又继续延伸 所以它变成它没有断掉的地方 那怎么办? 其实最重要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这个回圈它跑完之后 那理论上应该要换行 所以 请你在这一行的 Enter之后,请你再back一下 特别是你不能说在里面这个地方打一个print 这个地方打一个print 变成它每一个每一个换行 所以如果在前一阶的话 表示说 当它跑完一次的时候 它这个回圈跑完一次了 它就会执行 所以这边的话记得把它打一个print 那意思就是说 当我跑到1到 这个后面这个书1到9 到这边的print就换行 OK 所以这边的话把它执行 这个时候的话它就会 到底下 所以这边这个print 实际上就是 每当它跑完一行之后 这个print 就会丢到这边 帮我换行到这里 就完成 第一阶段 但是呢 这边其实你会发现 当然程式 这样写是也OK 可是如果我今天 写完之后我发现 这样的写法其实 太冗长 而且 常常会需要什么 转型 这边要转,这边要转,这边要转 里面的话如果你忽略掉其中一个转型 那程式就错误了 所以其实有一个更简单的写法 就是 利用formas来写 所以我刚刚一直强调 如果我不写成这样 我想要把它改写成formas的话 有没有更简单 其实第2个呢,我教各位 利用formas来完成 formas的话刚刚有提过 那可是formas其实它的价格一定是 1 一定是什么 双引号 然后里面的话 就是怎么样 先给它大瓜糊 然后刚刚讲过 冒号 点2f是取到小 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说你只是给它大瓜糊的话 表示说 我 输出的资料里面 有一个变数 一个变数就用什么 一个大瓜糊来表示 后面加一个什么 x 再加一个变数 那再一个 等于 等于之后的话呢 再一个 大瓜糊 表示说呢 我这边会有 1 2 3 也就是说你后面 要给我三个变数 我才有办法帮你把 这个东西给变出来 那它的结构基本上有点像 有点像什么 1 乘 1 等于 1 后面一定要一个什么 一个那个 定位点 所以记得在这个后面加一个 反斜线 T 因为我这边后面 会有一个反斜线 也就是说呢 这边有81个都一样 所以你可以拿这个当样本 有点像 你今天要那个 做一个 杯子 你就开个膜吧 反正以后就长这样 只是说里面 它上面的图案 或上面的编号 把它改变一下而已 好 那 所以呢 打完这个是规则 我的规则长这样 但是呢 我必须要提供给他什么 1 2 3 因为有三个 大瓜糊 所以后面点下去之后 打一个format 点 这个字串点format 你就必须给他 三个变数 三个 三个value 三个资料 第1个就是i 意思说 帮我把i放到这 第1个 豆点 把j 放在第2个 这个的话呢 豆点 就是i 乘上j 把i乘上j的结果 帮我放在第3个 它就会什么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帮我把它放到 这里面来 一个一个 这个的话就放这个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帮我把结果给秀出来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是第2种写法 那其实第2种跟第1种的最大差别 然后我觉得第2种真的还是比较精简 而且比 真的好以后 如果你们将来 再 抓网络资料好了 然后要输出到资料库 我是建议还是把format学好 因为这个format玩之后 丢到资料库里面去 就简单多了 而且不用在那边转型来转型去 因为先把它给它规则 它就一次就输入了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format非常的重要 你会发现要精简很多吧 前面就是它长得像什么 所以这个叙述就是它长得像什么 然后后面就是给它 三个资料放进去就好了 这个大瓜糊里面 当然你也可以去决定它 是不是要小数点 比如说 冒号.2f就是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如果没有 反正它就 只是把资料丢进去而已 就大概这样子 至于就是说 你想说老师 它有没有别的规则 其实还有啦 所以 我在那个 第2个 那个单元里面 这边有一个表 所以如果你要 了解到底 格式如果长这样 .2f是 这样子 如果 前面要加个加号 你就加一个加号 负的话 就这样 有没有 就能套公式啦 反正这几个我觉得就已经蛮够用 还有更多 如果你要格式化 你们可以查一下那个format 那个python的这个函数里面 它要怎么去格式 因为format这个函数实在太重要了 OK 而且还有什么 百分比 甚至还有对齐方式 这个都可以调整 OK 所以底下我想 如果有 再想要更进一步了解的话 你可以参考第2个单元的第几页 所以第11页 他第11页的地方 把它放第11页的地方 那为什么要特别讲format 其实第1个 原则上工作上用到的机会很大 第2个 证照考试里面 考的好蛮多的 所以如果你要 将来如果对证照考试有兴趣的话 想要拿一张python的证照的话 它的第1个单元 就是考你这个 如果你不会format 就真的 这个考试就没办法通过了 OK 好 那我再把这个地方把它 做完 然后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把它save 资金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输出了 不过输出完之后 你会发现 它每一个 每一个 因为我最后漏掉一个 什么 豆点 什么 把那个 后面的换行拿掉 END 等于 空的 这样子 因为我print的时候 忘了加这个 所以它每一个 每一个都帮我换 资金 这样OK 基本上 下面这个程式 跟上面这个程式 其实我觉得 当然如果你挑的话 应该还是感觉这个比较精简 只是说这个的写法 你要慢慢熟悉format OK 最好这个 可以自己打过一遍 没什么诀窍 双引号 然后大瓜糊 中间的话用 反正你这个里面的格式都可以 自己把它加上 等于什么 等于再一个大瓜糊 我都不知道 反斜线T 后面就点format 然后再把你需要的 三个大瓜糊的变数 放给它 第一个 第二个 I 乘 追 最后记得 点什么 不是 斗点 END 等于 没有 就是换行拿掉 这样的结果输出 应该就 大功告成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利用 format的方式 来撰写程式 其他还有VBA部分的话 各位有兴趣 也可以参考一下 用 VBA的写法 把它输出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